平溪区参加2013国际移居城市奖评选 在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审查之后 通过初选 成为2万人以下的移居社区入选名单之一 而获得评审前来的原因 包括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生态资源、人文特色 还有民俗庆典等多项的因素 一块去了解 平溪地区近年来逐渐成为观光热点 虽然观光产业在这里迅速发展 当地乡亲却还是拥有着令都市人羡慕的自然田径 在公所积极推荐下 平溪区参加2013国际移居城市竞赛 2万人以下移居社区组评选及获得评审青睐 这里感觉上很清幽、很安静 没有城市的那些繁华、吵杂 我们平溪区这次很幸运 我们参加国际移居社区的2万人以下的社区组的参赛 获得入选 这个国际移居社区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比赛 平溪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理想就是建国一个四黑人居住的地方 那总算我们的梦想一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大家也整个大家都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 周末假日的平溪又热闹又充满商业气息 但周一到周五周间时 地方乡亲还是过着安静的乡间也去生活 入选国际移居社区后的平溪 也不会轻易改变它原本的淳朴样貌 希望透过这个比赛再把平溪区在知名度打开 让我们平溪区的居民也知道说住在这边是幸福的 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之后 我们相信我们的有关的部门会把这里更做一个更通盘的考虑 怎么样做一个能够让这种更能够保持下去 这是我们一个目标 有着无污染的好山好雪 有着最新鲜的空气和独特的天灯文化 平溪可以说是在地文创产业发展的最成功的模范生 而这样的美好也在国际移居社区的入选当中再一次的获得肯定 记者李一帆平溪采访报导